前夷是碰過有個婆婆 他阻止兒子送媳婦去做月子中心 對對 因為其實有一些家庭 因為像我的朋友 有一些家庭 他們是蠻傳統的 他們婆婆呢 兒子可能想要送這個老婆去 可是那個婆婆呢 就認為說幹嘛要花這個錢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朋友他們就是生了第一胎 那其實婆婆很開心 說那個要生了 結果呢 因為他們剛開始沒有讓婆婆 知道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結果婆婆一直認為是男生 那說不然你去月子中心也好 也好 反正什麼生兒子什麼都好 結果後來生出來是女的 那婆婆馬上就是整個一百八十度 大改變說月子中心有什麼好去的 在家裡煮吃 我煮給你吃就好了 我也會坐月子 那後來我朋友呢 就頂不住他媽媽的壓力 然後他們生完之後 就回到家裡面 那個婆婆剛前一個禮拜是有啦 麻油雞 什麼東西 但是時間一場會浪 你知道嗎 麻油雞都快要煮到 就像剛剛那個雞腿掉 就會反彈 都硬掉了的那一種 這個太太就很痛苦 然後又說不出來 月子餐你還可以跟他反應 太油了 太怎麼改善 婆婆你沒有辦法 然後後來呢 他只好 因為他們還好沒有住在一起 他們是婆婆會每天來 每天來 後來呢 他就偷偷地請了一個月嫂 自己花錢 請了月嫂 剛剛老公講自己請花 結果有一次 婆婆拿早起你知道嗎 打開問 這是誰 結果知道是那個月嫂 好像那個鄉土聚 你這是誰 你幹什麼 然後後來呢 就大發雷霆 因為婆婆呢 她的立場會認為說 是不是我不好 是不是我做得不好 我做得不好 我做不夠 你這樣看我沒有 你還請那個有的 月嫂 而且還花錢 他也逼問她說多少錢 月嫂你知道 也是每天要錢嘛 後來呢 就是造成了這個家庭的紛爭 媽媽你都買料理米酒 你和米酒頭都不敢買 一隻雞都買三百 六百 都不敢買 他有講 會啊 有些婆婆會這樣 會喔 但是我婆婆會跟你回什麼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我以前吃什麼 吃臭啦 你母啊 你是母啊 要吃臭 我做什麼月子 沒有啦 我以前在禁禪 生了一禮拜就去掛土地 沒有啦 那時候就跟他講這個 你時代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嘛 後來呢 這個我朋友的那個太太 就氣到就跑回 我跟你講有些婆婆幫你做月子 你還不得不弄幾塊好的肉 先給他吃 對 就是婆婆啊 你好像要先尊敬他 對不對 不好意思啊 而且你一定要感謝 感謝 謝謝 你要每天感謝 不好吃也要說好吃 對 不好吃也要說好吃 說不好吃還得了 對這樣 所以搞到後來 他反正就是回娘家之後 那鬧成家庭糾紛 後來他兒子才去 我朋友才去把他請回來 請一個月 月嫂反正把他做完 這個工作真的是到外面做得好 對啦 大家比較沒有衝突 對 好 那為什麼黃醫師 你曾經送過同事 幾個禮拜的做月子餐 對啊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老公 不讓這個自己的太太訂月子餐 我都覺得說 那個女生好可憐 因為我自己有同事是這樣子 就是認識沒有很久 但是你知道 他就是很努力 想要生小孩 而且可能都是 真的就是滿腦子都在想生小孩 可是偏偏就是流產 所以就是小產 那因為那時候 我才剛生完小孩子 然後小孩子可能很小 才兩歲左右 我就會自認說 我對這件事情是很有經驗的 然後就很願意分享 我就會說小產 那這樣子不是應該要去訂 那個小產吃的餐嗎 然後你就會聽得出來 就是說那個同事 他很考慮到金錢 他並不想要訂 然後他會有各種洗腦自己的理由 就是說其實也不一定需要 我就在家裡休息一下 我就洗個三天就好 不過我覺得 所以就是你怎麼希望別人帶你 我就怎麼帶別人 我大概是這樣態度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 其實才剛離婚 我的經濟狀況也沒有很好 但是我就 我不是說我吃了一家月子餐 我覺得還不錯嗎 然後我就上網看 那一家也有這種小產餐 我就說服他 我說其實你如果很有壓力的話 你不需要吃到 小產餐通常是吃兩三週嗎 那你就至少吃個一兩週啊 好然後我就說你 你給我電話跟這個地址啊 我就請那個寄給你 然後你都不要煩惱 然後他推卸了好幾次 就說不要讓我送他 我就說沒關係啊 但我就沒有跟他講價格 也不要跟他講價格 然後你就送去 其實他們真的要 也是可以接受 那我講這句話的意思是 我覺得我們是陌生人 如果稍微有一點點能力 都願意做到這樣 家裡的老公 就是沒有辦法這樣對你的話 我真的真心覺得 這些女生要好好的思考 因為我自己前幾天 在那個百貨公司地下街吃飯 然後旁邊就來了一個家庭 就是地下街 然後老公大概是 差不多六十幾歲的男生 他一來就很就是很臭臉的坐在我旁邊 大概不是因為我 他本 他就是臭臉 然後就在那邊等他的老婆跟小孩子 去地下街的其他地方去取餐 然後震動來了 老婆就去就去取 然後在我就觀察他 因為我就很閒 我就觀察他 我發現他完全不想要跟這個老婆講一句話 然後正眼也沒有看這個老婆一眼 老婆幫他端餐 他也沒也沒說謝謝 然後從頭到尾 比如說可能他坐這裡 老婆還坐斜對角 然後兒子坐在前面 然後老婆幫他這樣 種來種體 結果跑來跑去弄端盤子弄餐 他一句話都沒有講 而且完全就是那個完全不想正眼看老婆一眼的 那老婆是幾歲 大概也是六十幾歲 我那時候的感慨好深 我說女人你一生到底在為誰辛苦 為誰忙 你忙到最後人家是不看你一眼 你端個盤子來人家也沒有一個感謝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男生不好 可是男生是有分別的 就是說有些男生 你不要以為每個男生 你看我們這個講的這個case 你說他連老婆兩萬塊月子餐都不想付 你覺得他有可能想要去養小孩嗎 養小孩更多錢 對那所以其實他們都希望說女生自己把這些事情cover掉 那我再多講一點你看我們這在座三個男生都是愛小孩的 你會以為男生愛小孩愛家庭很正常 事實上走出去都是不愛的 捷運上都不愛我們的富幼環境這麼差 我們他們並不真的那麼喜歡小孩 所以在這種時候他才會覺得說月子中心幹嘛呢 你女生累就累啦 對他們不想要付出 這個不一定 因為有些太太是真的很會花錢的 你要不要聽聽她的故事 不是我本人 不是我本人 Livian 這個你看到了什麼故事 對 就是就是我朋友 我朋友呢 他他娶了一個老婆 那他太太其實是非常愛買的那一種 可是因為我朋友其實他的收入不高 所以就變成說他太太的用錢 他會很緊張 那因為他自己長期在外面上班 所以說他會給太太一張副卡 然後他太太他就發現說 從他的刷卡的明信面發現 他太太買的東西都是封他自己的 比方說買名牌包 他們經濟也沒有很好 他還硬是去買了一個名牌包 然後買衣服 買包包 買鞋子等等 都是買他自己花費 可是他們是有小孩的 那我朋友就覺得說 他太太這樣這麼不會理財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就一直跟他溝通 可是他太太只會反嗆他一句 就覺得說你是因為你沒有那個能力 對 所以不是說我愛花錢 他覺得他花的錢這樣子的花費的 這個額度是很正常很合理的 只是因為你賺的太少 所以你應該檢討是你自己 不是檢討我 所以他聽到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他聽到什麼天方夜談 怎麼會有這種理論 但是因為他們畢竟有孩子嘛 所以他就忍耐 結果有一次他就看到 他又在上班中 又看到天啊 那個刷卡的訊息又來了 他就趕快看 發現他太太又刷了三萬塊 三萬塊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蠻大的一筆金額這樣 所以他就看到底是什麼 如果是家用的OK了 對 所以他就趕快打掉問他說 你三萬塊到底是花了什麼 然後原來是因為他太太跟他的朋友 一起去做這個醫美的體驗 然後體驗完之後他覺得太棒了 所以他就立刻買了一個療程 他太太有工作嗎 他太也是沒有工作 就是全職的家庭主婦這樣子 所以他就立刻買了這個療程 那我朋友聽到之後就覺得說 你看你買東西 總是為你自己想 然後享樂 都不幫我跟孩子想 就很生氣 就逼他去退 然後 到底療程都已經做了啦 沒有 他體驗過 然後是買 先買 還沒做 對 先買起來這樣 因為其實醫美都會說 你買多少 可以送多少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先買 所以先買起來之後 他先就是 就是我朋友就說 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要想辦法去退掉 我是絕對不會付這筆錢 然後所以他太太就硬著頭皮去退掉 從那一天之後 我朋友就把他老婆的卡沒收 就是不給他付卡 就變成是說你需要什麼 你給我跟我講 我直接給你現金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控管 他們的這個經濟狀況 是是是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